第十题 如图呢 这个O点呢是正七边形 有一个纸片 正七边形的纸片 ABCDEFG 内部一点 OA OB OC OD OE OF 跟OG呢 把纸片分成七个 全等的三角形 其中呢 我们把三个呢 已经涂上灰色 那我们这边是涂上黄色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判断以下四个选项里面 哪一个三角形 涂上灰色以后呢 四个灰色区域所形成的图形 不是 线对称 也就是说现在涂三个 不是线对称 那我们再涂一个 让它变成线对称 哪一个不行 哪一个不行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选项 A选项 我们分别看这个四个选项 A选项 在三角形OAB这边 把它涂上颜色 好 我们分别依据 它给我们的 这个四个选项呢 来把它涂上颜色 那涂上颜色之后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到底是不是线对称的图形 这个A选项呢 它说在三角形OAB这里呢 把它涂成灰色 我们都把它涂黄色 那是不是线对称呢 这个很显然的 它不是一个线对称的图形 A不是 因为不管你用哪一个 哪一条线呢 当做它的对称轴 都没有办法使它 左右两个地方呢 左右两边 折起来之后 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 都没有办法 所以呢这个A选项 如果你把这个 三角形OAB 涂成灰色之后 它是没有办法变成 线对称的图形 那我们再来看 那其他的选项 到底可不可以呢 B选项是把三角形 ODE把它涂成 颜色 把它涂上颜色 那是不是线对称图形呢 我们很容易地 可以找到这一个线 这个对称轴 通过O点跟D点 这条线 当做它的对称轴 左右两边对折 刚好可以重叠在一起 所以B选项是对的 C选项是对不对呢 C选项是把三角形 OFG这一块 涂上颜色 那也很清楚的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条线 通过O点跟A点 这条线呢 当做对称轴 左右两边对折 就可以完全重叠 C选项 这样子涂颜色呢 是可以变成 线对称的图形 D选项 三角形OGA 把这一块涂成 颜色 把这一块涂颜色之后 可不可以变成 线对称的图形呢 我们只要找到 对称轴就可以了 从C点 这个经过O点 做一条直线 那这条线呢 就可以当做 这个图形的对称轴 沿着这条线对折 这个两部分呢 可以重叠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D选项呢 它也是 线对称的图形 从刚刚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知道 除了A选项 找不到对称轴 也就是说它不是 线对称图形之外 其他的B C D 都可以找到 对称轴 即沿着对称轴 对折呢 两部分可以完全 重叠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呢 不可以 变成线对称图形的 就是A选项 这个答案 所以呢 答案选A 对称转 线对称车